大家好,今天要和球迷分享的话题是 杜峰仍无可忍正式取舍 中国篮篮两大水货被弃用 欧米一山神塔火性磁烂 今天和球迷们一起聊一聊 中国篮篮的最新消息 众所周知,在四季赛的首场比赛中 中国队大比分战胜了日本队 但是本场比赛 杜峰直到曾经几次发火 主要原因就是不满意 球队的防守强度 那么中国篮篮 在大比分离行之后 确信了松懈的情况 特别是在防守弹 曲线的弱人的情况 这一点在比赛过程中 是比较危险的 如果说一旦被日本队 找到投篮据性的话 那么中国队可能会遭入到 很大的困境 众所周知 日本队是一直以投射为局的球队 一旦他们的投手 彻底打风之后 那么中国队再想战胜他们 难度就比较大了 因此面对着即将到来的 第二场比赛 杜峰直到对于球队的 防守体系 也是人无可忍 正式出手进行调整 根据这些消息 是中国篮篮的阵容 进行了重要的调整工作 球队的两位球员 也是惨遭弃用 当然了 其中风险位置的阿布图沙拉木 虽然说上日归来之后 很希望帮助球队 但是从场上的表现 我们可以看出 阿布图沙拉木 不管是在进攻单 还是在防守单 表现都比较的糟糕 特别是在防守单的表现 无法令杜峰满意 因此在第一场比赛 暂停的时候 那么杜峰直到 也是盈利的批评了 沙拉木 那么在第二场比赛中 沙拉木也是惨遭弃用 那么另外 就是内心方面 韩德军在第一场比赛 打得非常的卖力 但是呢 大汗犹如灵际 和伤病的影响 和体能跟不上球队 快速的攻防体系 很多时候啊 成了日本队 针对的对象 在这种情况下 杜峰直到 也是没有办法了 做出了无奈的调整 那么周期 依然去现在的 十二轮大名当中 但是啊 是否能够登场比赛 只有等到比赛的时候啊 才能进分析 那么值得高兴的是啊 杜峰直到 重新启用的两位内心球员 一位是 身高达到欧米一山的 内心神塔 王哲宁 做出了周期啊 本次王哲宁是 带伤征战 那么现在啊 这个周期遭入到了 伤病的隐患 在中国南南 比较困难的时候啊 那么王哲宁 也应该挺身而去 那么除了王哲宁之外啊 还有广东队的 内心球员 任俊飞啊 本场比赛 也将会登场作战 做出了周期啊 这个任俊飞 是一位机动能力 非常优秀的球员 那任俊飞 和胡金秋的 内心组合啊 也值得球迷期待 虽然说 第二场比赛啊 中国南南可能会 遭入到一定的挑战 因为啊 如果周期无法登场的话 那么在这个时候啊 中国南南的内心优势 可能不会像 第一场那么的巨大 那么在这个时候啊 就需要 中国南南外心的球员啊 能够发挥去 巨大的作用 特别是啊 像吴琴 这一个啊 赵瑞 国外人 对明星球员 要能够找到 投射的准性 只有内外性结合了 中国南南 才能够啊 去争取 两年胜 那么还有 就是风行位置上面 作为中国南南的 队长 周鹏 以及年轻小将 张正宁 也必须啊 打出利息的表现 特别是针对 这个日本队的 张本天杰 这一点啊 一定要 给他一点颜色 只有这样啊 中国南南 才能够啊 去冲击 两年胜 球迷朋友们认为呢 今天的分享 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